徐姨一直在吓 幹嘛一直在跟我的胸部 幹什麼 這個鬼 為什麼還沒開始就要拜的是怎樣 是因為還沒開始就要拜啊 這是我們朋友之間的正常習俗 知道嗎 我是知道你們私底下都是這樣拜來拜去的 有夠沒了 要來開幹啊 必保保佑我 等一下 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我們上次釣的那個 永華國小附近 就上次打過的地方嗎 不說話 不會啊 你今天有拜他可以 應該可以啊 我們讓他表示一下就好 這是在屏東釣的 你看多厲害 而且是在野場 好 保佑我 保佑我 阿門 拜拜 然後說阿門 好 我們要來開釣了 結果妳一下車卻下雨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啊 為什麼我們每次來台南都下雨啊 我們上次來也下雨啊 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耶 那怎麼辦 那再怎麼辦 我覺得因為我們下次拜拜的時候 一次拜一個種魚的 然後一次拜一個下雨的 我跟你講 雨下大之前 釣一隻起來我們就趕快閃人 靠腰耶 那也要他咬啊 不過我有看到 其實這個水面上面 都有蠻多魚在翻的 阿不是說這邊很多海蓮嗎 對 這邊有很多海蓮 因為他是 陸雅新手的必釣魚種 他是會比較追是不是 攻擊性算蠻強的啦 但是聽說他 魚嘴不大 然後再來是 他如果起塞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吞掉 不然是還蠻咬的 然後再來是他分布的範圍比較廣 就是他們是說 從北到南都會有大沿海連這種東西 適應度也比較高 我們從淡水到沿水 都會有他的蹤影喔 這一條河應該是 淡鹹水 淡鹹水嗎 因為這邊里安平港很近啊 我們在永華國小的對面 正前方 對 剛剛我們下車的時候 其實不是太敢掉 因為好多家長跟小朋友在旁邊看 然後我剛剛在這邊喇的時候 都要覺得有點害羞 還好現在安靜了 而且也沒有廣播了 他們是一二年級放學啊 嗯 我記得我以前 三年級 開始不能中午放學的時候 看到一二年級放學 我都超想跳課的 羨慕忌妒 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只有二年級之後 就開始要上正常的課 就只有禮拜三的時候是半天 一二年級根本也不算正常在上課吧 有吧 一二年級可能就是學一些 寶寶寶寶 那個時候是在學寶寶寶嗎 寶寶寶寶是幼稚園 那你那年級在學什麼 我們觀眾還記得自己 國小二年級在幹嘛吧 我們觀眾都已經 五六十歲了吧 都沒說 你先換我沒有觀眾為O 對啊 人家被泡 他們哪還記得國小在幹嘛 後面他會跟你說他國小的時候 然後就已經在打XXX了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XXX 剛才有夠酷的 欸 有在偷追喔 剛剛 怎麼好像都沒反應 欸 有了 直接中耶 我在剛講說好像沒反應 結果就中了 有拍到嗎 有啊 拍到了啊 那你是不是怎麼會被我頭上 靠腰啊 等一下 噴掉了喔 對啊 欸 那個鵝 在我頭上 要釣妳自己是不是 媽媽說 我這樣以為靠腰啊 我先撿起來 因為有點去魚 我覺得不太好拉 欸 今天終於沒打龜了 真的拜它是有用的 是不是 我就跟你說還是有差的 那看今天可以釣幾隻 好 我們來換個點 到橋那邊去吧 我剛剛看好像有點 那邊好像滿多魚在翻的 有點魚汛 不知道 這一區魚超多的耶 全部都在水面上面冒 你有看到嗎 對啊 我剛剛就看到這些啊 就有很多泡泡這樣 超多 全部都有在翻 這是海蓮的訊號嗎 對 這是海蓮 牠們還有那個背棋啊 有沒有看到 很可愛 有來捉嗎 嗯 剛剛有偷偷捉一下 牠起來追的時候 有時候會來不及咬耳 然後就翻一個華麗的大翻身 那你等牠一下啊 牠們好像靠過來了 你有感覺牠們在追嗎 現在沒有 剛剛有幾下其實追滿兇的 哎唷 有 沒有 幹 沒打到 酷啊 你的竿子有彎嗎 牠沒彎 牠是這樣子扯扯扯 呦 又扯了喔 又開槍啊 牠沒有直接岔下去啊 好難喔 我希望牠直接岔下去 煩死了 不中一隻魚 又開始下雨 感覺魚好像又比較不會上來冒 是不是 感覺有下雨之後就不咬了耶 為什麼會這樣 不然剛剛狂咬 我覺得改變你鬥耳的頻率吧 改變一下節奏 哎唷 你有看到嗎 你看 我就說改變一下你的節奏吧 直接衝起來咬 可是牠很笨啊 牠根本就是追不到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超蠢 可是我覺得你改變一下你的節奏 應該就可以了 聽說海蓮比較喜歡白色的軟蟲 我們今天是用個RB2 加一顆3.5克的急勾頭 我的魚怎麼越來越遠了哈 你們現在很歡迎 部隊起床 部隊起床是這個嗎 嘿嘿 你們部隊是這首嗎 沒有啊 午休結束啦 你們午休是這首喔 現在換啦 喔 你們以前國小會午休嗎 會啊 我都沒在睡了耶 那你都會幹嘛 打XX喔 哎唷 你有看到嗎 我不動 他也起來追耶 欸 他可能需要你停一下去等他耶 真的喔 就不要一直收 你可能速度要再慢一點哦 收慢一點 對啊 沒反應了 哈哈 有夠哭 那我們晚餐是什麼 先吊起來再說吧 有喔 我們剛好吊起來一隻 等一下你想收工 超廢喔 超廢的 還是我們要走到那個位置 去丟牠們面前 可是那邊都是棚啊 好濕喔 這邊完全都沒有看到有魚在翻 這個位置 怎麼樣 需要換個位置嗎 魚一直在下 幹嘛一直丟我的胸部 幹什麼 幹什麼 你這個 這個鬼 魚好大 啊 你就有魚神啊 靠腰 越樓越大 有魚神啊 蠻多魚訓的耶 對啊 在正前方 都沒有來咬 我覺得你往你的 10點鐘方向丟好了 扯了一下 有在吃是不是 有 扯了一大下 越下越大 靠腰啊 您還好嗎 大大 我 你現在躲住了是不是 我好的很啊 幹 幹 沒打到 可惜了 你有看到嗎 剛剛直接被扯出去那一下耶 可是他就是 哎呀 很難起 有小黑紋啊 沒有擦帆紋的 不會剛剛中那一隻是助賽的吧 不然再拜Vivo一次啊 靠腰耶 他不是拜一次保佑一整集喔 他就給我10下了 10分鐘拜一次 那我們整集都在拜他就好啦 靠腰 這腳上那一點一點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啦 換位子吧 幹 我就不信今天這邊沒有一隻要理我 我一拋下去喔 水面整個直接給我攀進 哎 有打到說 只有掙扎一下又掉了 有 拍到了 又往那裡游去了 又扯一下 他每次扯都很大一下喔 重點是 他每次扯那一下 然後 還是沒有中魚 開槍時期是你最大的弱點 哪有 有時候 魚如果直接咬的話 根本不需要開槍 他中魚就是中魚 好癢喔 我整個腳後面全部都在癢了 我腿後面整個腫起來 全部都紅的 你還受得了嗎 想放棄了是不是 你現在是又濕又癢 流海都扁掉啦 那個魚真的是 只要看到人就開始撤 你拿一顆石頭去那邊 丟他們的位置 然後他們就會衝來這裡了 喔 好像有點道理喔 拿來石頭 全部都紅了 癢癢 這家我已經震滑了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沒有蚊子的時候 後面開始下雨的時候 才莫名其妙的 開始有蚊子在那邊咬來咬去 我肚子餓了 我覺得今天應該不會咬 我們去吃飯好了 我們先來覓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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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躲雨 躲到餐廳裡面來 因為有點累 因為昨天太忙了沒睡 然後就想說 我們先去找飯店住 然後去住飯店的時候 就發現他這裡有一間 好像是港式餐點 看起來還不錯 而且今天我們是包廠的狀態 雖然沒人 今天都沒有人 對 然後 因為我是沒有吃過這間 而且其實我不太吃港式 但我現在才發現它是港式 爽到你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吃港點 算啊 好 那就先點上了 好 來觀眾先吃 我先吃 我已經為了拍一片 我還要先吃邊角料 怕你要拍給觀眾不好看 味道怎麼樣 我剛才其實吃第一塊的時候 它皮有點潤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比較難解決啦 因為它的皮比較太薄 這個畫面好滿啊 好多喔 很壯觀 很壯觀 好喝喔 再多喝一口 這是什麼糖 那個干貝 它裡面好像有排骨 湯都還不錯 這也是它的干貝好像滿大 可以大一顆 那個干貝 蝦子啊 好懶得補我 很近耶 這是避風糖炒蟹啊 炒蝦 喔 對… 對… 一會兒還沒意識過來 妳是看著這個 然後再吃這個 再講這個 因為比較習慣避風糖炒蟹 但我還沒有吃過炒蝦的樣子 喔 這個蝦 很脆這樣 你看蘿蔔你這樣連頭的肉都下來了 嗯 OK 吃了 吃了 哈哈 炒蝦了 因為它能表示好吃啊 所以玻璃的這個 它再不太像 你一直拍照不要吃喔 你吃完了 你這個包我也要吃嗎 要啊 這是蝦仁耶 這個裡面是包蝦仁喔 你怎麼會喜歡吃這個東西啊 好吃… 蘸這個嗎 我不知道耶 要不然它要沾什麼 我都是沾醬油而已 這裡面真的是一隻蝦仁耶 第一次吃這個就看來吃 之前就算去澳門我也沒有再吃這個 它那個皮就是軟軟的 像上半的皮 但是它包得像水餃這樣 對 下面是什麼 也是蝦仁的 燒賣喔 我也不吃燒賣的酥喔 吃吃看喔 你沾你喜歡的醬 搞得我 好糾結啊 不要有那張芥末 肉跟蝦仁喔 它那個好像是魚漿啊 喔魚漿 太對 蠻好吃的耶 就說吧 港式的東西都不會難吃 有刷子啊 口感還不錯 嗯 下一個是嗎 蟹 或者還有這個 先吃這個好了 有點大片耶 我這是要怎麼吃 它這是用XO醬 不知道它XO醬好不好吃 不是酒沒拿到嗎 對啊 有點太重了 直接扒開就好啦 好吃嗎 是不是太出來XO醬的味道耶 它是XO醬喔 對啊 它說它XO醬 然後這是豬肉 這看起來就是排骨啊 差不多吧 但排骨沒有那麼柴吧 我們的螃蟹 你不太會用筷子齁 我看你夾那個力道就知道不太會耶 你先吸一口吧 味道滿重的耶 那個醬 感覺它裡面可以直接吃耶 應該是可以全克的啊 包括外殼嗎 它的腳 應該是 應該是 不是我習慣的味道 最後一個 我們的脾式蛋撻 看跟肯德基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跟澳門有什麼不一樣 很香耶 但是我要把它吃一份了 有點香 蛋撻可以 皮很酥 好吃 蛋撻不錯 看到我都餓了 我要吃了 吃了吧 我覺得我們不小心點太多了 沒錯 我忘記跟觀眾講的這邊是哪裡 這裡是那個 夏都城旅 是這間飯店裡面的一間中餐館喔 中餐廳 有興趣的可以來吃吃看 你覺得今天哪一道你比較喜歡 我喜歡這個 真的假的 超好吃啊 它看起來很硬啊 可是其實弄得很酥 它其實外殼是硬的 但裡面就是酥 它可以連裡面 平常我們吃旁一些不能吃的那一段白色 那一層膜 都可以吃 那到底是什麼 我其實也不知道 算還不錯吃 但我覺得有點小可惜的是 它的蛋撻 不是正不式蛋撻的感覺 因為我們之前在澳門吃的時候 是很厚又很大一顆 但它是好吃的 如果要我選 我今天比較喜歡吃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燒賣 在老 對 它這兩個都不錯 我平常不吃 但我之後也不會刻意去點燒賣 它不是我的主要選項 但如果要整桌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燒賣是滿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湯 這個皮很可惜 不脆 我喜歡吃脆脆的皮 那它吃起來就有點倫 就是比較有嚼勁一點 對 我喜歡吃那種脆皮烤鴨 那種酥脆的口感 其實還有朋友沒有吃完 我們要來打包了 我覺得可能等一下就想睡了 應該不會想出去釣啊 好 準備來打包 哈哈哈哈 對啊 這是說 晚上要去睡覺嗎 嗯 好想睡喔 好 要 到底要不要出去 不出去我要走了 我要睡覺了 晚安 在這裡面前 拜拜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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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頻道會員 將凱電機 胖老爹桃園國際店 如家客咖啡手烘房 Hattori Rock 贊助播出